OK 長毛突藥 窩居看樓團 這間新居屋望上去感覺很自然舒服 原來還有很多設計深思位置 我們今天就在453呎的實用面積單位裏 居住人數兩大兩小 而護主希望有一種簡藥和自然的味道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都會用白色為主色 而配合木紋去帶出屋主想要的自然感覺 因為護主希望有一個可以一家大小休氣的地方 所以就特意在廳裡做了一個地堂 一來是可以課到儲物去提升儲存的空間 二來亦都可以做到一個一家大小 例如捉下棋 大家看看書 一個很休閒的氣氛和一個地方 因為換了做分體式冷氣機 所以就特意做多一個白熱窗 用來遮住外面的散熱器 全屋最難的地方就是由這個矮櫃開始 去到電視櫃 一路去到間房牆 還有兩隻暗衣門 還有裡面的傢俬 全部都是一組過的 這個位置設計師就用盡空間 間了兩間兒童房 這間就是兒子房 拉桌式的書桌原來還可以揭開 裡面都是儲物空間 不單是書桌下面有儲物地台 床下面同樣有大量的儲物空間 至於女女房原來有更多巧妙位 至於女房就新造了一張書桌 裡面有一個櫃桶可以做文具的儲物 而當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可以拿開一個活動箱 形成一個樓梯就可以爬上去晚上睡覺 樓梯下面還有這兩格櫃桶用來儲物 因為升高了床的關係 所以在床底下可以做多幾個櫃桶 還有做到一個房間煙霧間的掛衣效果 而為了遮住冷氣喉 特意做了一個木盒 同時上面亦成為了小朋友放公仔的空間 看真點 將女女的睡床升高了 其實是可以令兩間房的空間用得更加盡 不過兩間小朋友房最有特色的地方 其實是上面這裏玻璃牆 為了不要令房間這麼焗促 所以在房間和房間做了玻璃牆 去加強透光度 令整個空間視覺看起來就會大一點 通透一點 房間的牆兩邊都有櫃 給到更多儲物空間 主人房除了有衣櫃之外 再升高了一張油壓床 而前面再加多一級 就可以大大提高了儲物空間 至於在飯廳旁邊 就放了個大型的獅子櫃 提供大量的儲物空間 中間加了清鏡 令視覺上空間感更加闊落 位於大門口的鞋櫃 除了可以用來擺鞋之外 還有一個可以將大廳和廚房分隔空間的作用 看房式的廚房設計 亦都是為了配合整間屋的主題 所以都是白色和木盲為主 而當中的花磚 亦都可以和浴室裏面的花磚 互相呼應 好 想做小生意但又不夠資金 OK財務業主私人貸款 無需任何抵押或提供樓契 比一般樓案更加有彈性 資金周轉就OK很輕鬆 借還是不借還得到才好借